8月5日,整个娱乐圈都被张欣宇结婚喜讯刷屏了,31岁的她分享婚纱照以及鸽子蛋和结婚证宣布嫁给爱情,我是个任性的人,这一路跌跌撞撞的走来,发现人生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。 我曾经想过如果我嫁人了,一定不是因为年纪到了,更不是因为彼此条件适合,只有一个原因,嫁给她,嫁给爱情,张欣宇情路坎坷,确实可以用跌跌撞撞来形容。 但是那又怎样?只要结果是好的,过程怎么哭都无所谓。 她最近几个月就多次有抱皮踏半遮面的大秀恩爱,这次终于到房公开,老公正是此前的非文男友和杰,是一位武警指战员,尚未敬衔,两人相识于综艺骑兵神犬,和其颜值和气质,绝对不输张欣宇前任。 更有军营版杨阳春号,虽然张欣宇以前惊巧讨枪各种黑料,但想不到她在圈里圈外都人缘极佳,宣布婚训后,陆续收到沈梦辰,贾静文,和杰,韩雪等众多圈,那好友以及粉丝们的祝福。 截至目前,点赞数已经一百七十多万,随之而来的引用各种猜测,她刚宣布婚训不久,就有网友爆料,趁张欣宇是凤子成婚,爆个小料,关于ZXY的,她应该是怀孕了。 前几天刚听说,没想到动作这么快,针对此传闻以及粉丝们关心的婚礼预期问题,彼此好友向张欣宇助理求证,助理着,张欣宇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婚期,确定下来就会公布。 助理刚听到,凤子成婚传闻时表示喊猛,随后又感觉很可笑,对呀,你当时一说我都猛了,一看,笑死了,看来所谓凤子成婚,一说,只是空气赖疯了,不过这或许也算是直瓜群众,为张欣宇送上的另类祝福,助张欣宇和杰,永远相亲相爱,早生归此。 The End也则证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